故事一 是由十三投稿的 叫做梦艳 我从小就有蛮敏感的灵异体质 而这次的事件 也是我最接近他们的时候 故事发生在几年前 我的表姐来到家里做客 打算住几天 我跟她的感情本来就很好 所以 敌手当然的也就答应了 在她住的这段期间呢 我总是听到 耳边有人喊我的名字 而且是那种用气音 很小声的呐喊 起初只是一两声 我也不以为意 几天过去 渐渐的声音从一两声 逐渐演变成了好多的声音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导致那阵子的我 时常都在发呆走神 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一间庙前 庙的四周 都没有人 眼前呢 放着一尊神像 正当我觉得奇怪 外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很有威严的声音 告诉我 她来救我了 她要我晚上把门窗关好 不要大声说话 否则 她就会找到我 那个威严的声音 说完后 突然场景就切换到了晚上 我吓一试的就照着她说的 家中各种门窗都关好后 我就躲在房里 等待天亮 想着天亮应该就没事了吧 结果 我却听见房门外 妹妹在大声唱着歌 我想着 完蛋了 要赶快叫妹妹闭嘴 下一秒我就听到 我妹妹的尖叫声 我马上就冲出门 想要救我的妹妹 结果 我看见一个黑影 顺着从房梁 爬到我面前的天花板上 一看是一个全身 沾满黑色液体的婴儿 她的头180度的转过来 对着我笑 接着 一声很大 很凄惨的尖叫声 把我从梦中吓醒 醒过来后 我发现 全身完全没有办法动弹 这就是属生的鬼压床吧 但当时我真的太累了 身体的疲惫大过于恐惧 眼皮一沉 就睡着了 但当我一睡着的时候 又是一声尖叫声 把我吓醒 就这样 睡睡醒醒反复了好几次后 最后睁开眼睛 我的身体终于可以动了 眼皮也不沉了 只是我的房间变得很奇怪 整个空间很模糊 有点像电视机杂讯的那种模糊程度 夜灯从温柔的狂光 变成了诡异的绿光 这空间让我感到很害怕 而我表姐就躺在我旁边 背对着我 滑着手机 我是在叫她 但表姐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就像完全没听到一样 这时我才看见 另一个我 好端端地躺在床上睡觉 如果我现在醒着 那为什么我看得见我自己在睡觉呢 瞬间我慌了 赶快跑到表姐的身旁摇一摇她 摇着喊着救救我 可是表姐明明醒着 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在绝望之际我才看见 一个婴儿依偎在表姐身旁 微笑着 看着我 结果空间就像时空扭曲一样 我感到我的身体又回到了床上 醒来后 我问我表姐昨晚什么时候睡的 表姐说 就在我睡觉后 她滑了一下手机才睡 后来我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我表姐 才知道原来 表姐几年前有多过胎 事情过后 我就再也没有梦到那个阴灵了 我想那个神明 真的帮我挡了一刹吧 故事二 是由阿辉投稿的 叫做乱葬纲 这个故事 发生在我高中时期 那时候正值情窦初开 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有一天假日 我们相约到不远的公园散步 边走边聊天 但是 打从进公园没多久 就有一只黑狗 一直跟着我们 我平常是个喜欢狗的人 但那天 我却很反常地 指着那一只狗狗 并对着我男友说 你看 那只狗一直跟着我们 好奇怪 好恶心哦 当时的男友也不以为意 让我快点走就好了 事后回到家中 做一些杂事 就洗洗睡了 但是 我才刚躺下不久 就觉得 今天的风扇 好像特别的冷 吹得我的脸很不舒服 我翻身转到正面之后 发现 自己突然动弹不得 觉得奇怪之余 我张开了眼睛 却发现 有一个 一身白 没有毛发的人 靠我非常非常地近 嘴巴 笑得很开 很上扬 但是 分不清楚 是男还是女 我当下吓得 一把抓起棉被 盖了起来 拼命地道歉 直到我睡着 隔天 我把这些事情 告诉我爸 我爸说 哎 这是做噩梦 要我不要想那么多 我想 既然老爸不帮我 那我只好 求助于我的朋友 我朋友就让我回想一下 是不是有做过什么事情 我慢慢回想 才意识到 原来我和男友 散步的那座公园 以前是乱葬缸 而当时那只黑狗 就站在一个小山丘上面 貌似 那个山丘 是一个没有被带走的小木 我朋友听完之后 就带我到庙里拜拜 让我请神明帮忙道歉 并且求了一个护身符 带在身上 当天晚上 我想说 应该就没事了吧 但是 入睡的时候 那个动弹不得的感觉 又来了 我在心里呐喊 你到底要我怎样 我都道歉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 真的很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很想睡觉 拜托放过我 之后 我就没有意识地睡着了 隔天早上 我又把这件事情 告诉我爸 他才把自己 带在身上多年的护身符 挂在我的身上 我持续带了好几个月 才敢拿下来 之后 就没有发生 类似的事情了 我说 我会想说 你真的有什么事 我会想说